看起来离目前的5G手机还是略有些距离的 非常意外 我的Mate60 Pro竟然提前发货了 偷偷开卖的第一天我就说这次肯定不缺货 而本次提前发货更是证明了我的判断 也许华尔真的已经摆脱了宽敬 这次的Mate60系列也真的成为了一部争取机 要知道 一部接近或者全国产化的手机意义重大 它将带起国内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同时延绕我们措测以后 再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 去卑微的求取一些核心零件 卑微的活着真的挺累的 华为这次的产品分类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叫做卫星移动终端 而不是手机 其实单看这个产品类别就是一部满满的心酸石 比如这个是Mate30 Pro的盒子 它的产品类别写的是5G数字移动电话机 这个系列让华为手机直接登屏 确实其最后一部5G手机 这个是P50 Pro 它写的是TDRTE数字移动电话机 虽也是一部诚意之作 但从5G变成了4G 从此让很多人心中都变了一口闷气 但今天Mate60系列来了 所以迈克这期视频其实挺简单的 将针对一些网上的热点问题进行一一验证 比如真正的5G速度 发热问题 日常使用流畅性 卫星通话 游戏性能等 我的测试虽然不专业 却足够真实 可以有效的让你避免水军 或者那些恰犯信息的干扰 我这台是亚川青 自然是本次所有配色中最好看的一个颜色 有两种材质拼接而成 接口能摸出来 下面是金属材质 上面青色部分似乎是某种纤维材质 反正手感挺好的不划少 不过网上还在盛传 也会发布更好的Mate60 Pro加 说还有熊猫配色 我也想买来送给杰西 但是这个要看塞里斯了 似乎华为新手机的上市 给塞里斯股票带来了一点利好消息 终于是飘红了 也终于让我从-12000来到了正3400 我现在就期盼着 它能带来几个仗庭板 见识 Mate60 Pro加甚至是IS版本 也都不在话下了 在开证面 一个三挖孔大屏 让身为强迫症的我 非常的不习惯 不过有一点给个好评 我一直以为它也会是个大屈面 但如意所见 它只有一点点微屈 只为了增加原论的持货手感 所以严格来说 这次的Mate60系列 应该是属于直屏的范畴 和P50 Pro对比一下 看到了吗 它的区率要比P50小得多 所以职业水局们 记得更新一些文案 在这一点上不适合再喷了 不过我帮你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喷点 这手机做得太宽了 感觉应该是目前最宽的一款 华为旗舰手机 和P50对比 差距非常的明显 以往这一窝的手感 让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得心应手 而现在就好在大家结婚几年后 老婆大人的喜遥一半 至于为什么做得这么宽 我其实能略微想到某些原因 但这些其实也不算缺点 因为宽屏手机的优点同样明显 比如看股票 比如玩游戏 盒子里面的其他东西 咱们也简单过一下 有一个硬质的半包围透明手机壳 和网上说的一样 它这里确实多了一个开口 所以应该确实有一个更高的手机版本 最后还有一套充电器 采用祖传88W快充 我家里已经5个了 那开箱部分就到这里了 稍等我半秒 我先激活 再去做一些测试 然后回来汇报结果 首先来说一下大家 作为关系的网速问题 我们和纯四季手机P50 Pro 做一下对比 提示一下 测试单位用的是MB每秒 大家不要误会了 最终Mate60提示网速 相当于200到300的带宽 下载速度是右侧P50的8倍左右 随后我又冒着 蚊虫叮咬的风险 来到傍晚的户外 顺便说一下 这段视频也是使用Mate60拍摄的 为了有一个 更具彩虹签的测试结果 我拿了一台 轰摸8S Pro家作为对比 这是一台标准的5G手机 同时还拥有着 当前最顶级的硬件配置 作为对比更有说服力 并且测试节点也设置为同一个 咱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 还挺意外的 不知道是否我设置错误 两者的差距有些大 虽然Mate60这个速度 也是属于5G的速度 但相比虹膜这个 还是率有差距 最终结果也是如此 不过Mate60的上船 要明显快一些 于是我准备单独跑一下 Mate60的测试 这个时候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看到了吗 单层的Mate60 竟然瞬间速度飙升 下载直接就来到了500以上 刹缠速度也是大幅提升 最终结果显示 相当于500到1000的带宽 我不明所以 于是又同时跑了一下 结果又变成了当初的样子 这就涉及我的知识盲去了 有懂和那小伙伴吗 这是什么原理造成的 随后我又单测了一下红膜 速度也直接标称到了600以上 莫非手机同时测速 还会抢带宽的吗 虽然我这个测试不专业 但也能看出 Mate60当前的网速 是不如这款5G手机的 不过个人总感觉 没这么简单 毕竟发布会还没开 5G开关也还没有出现 说不定后期更新后 会有个巨大的惊喜 对了有情提示 没事的时候不要瞎测速 麦克家境贫寒 此时欲哭无赖 110先 你说 华为Mate60发布会是什么时候 感谢对华为Mate60系列 后续产品的关注和支持 目前华为Mate60 Pro已发布 更多信息请关注华为官网 华为终端官方微博 我的华为APP等官方渠道通知 谢谢 那9月12号的发布会 还如期举行吗 这题把我拦住了呢 啥也不知道 要你何用 流畅性方面 这个没话说 活梦系统的流畅度 一直是其最大优势 这部Mate60也不例外 一点就有不拖泥带水 同时特有的隔空手势也回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功能 特适合吃饭的时候刷一刷那种正经的小视频 同时期屏幕素质也比我的P50好一些 同样的色彩模式下 温子显示方面也更加清晰 Mate60系列的发热问题也是近期网上的一大喷点 刚才模拟了一些基础的日常使用场景之后 经过测温其背部温度在37度左右 实话说不算高 但拿在手中还是能感受到温热的 不过鸿蒙手机向来如此 好像是系统会自动优化应用啥的 等上个一两天 温度应该就很恢复挣扎了 关于微星通话 经过实际体验我有些哭笑不得 微星通话或者微星短信 是只能使用电信卡的 虽然据了解资费不便宜 但我并不在乎 真到了那种地步 哪怕一分钟一万我也省得花 但是现在我想要使用这个功能 就必须差一张电信卡 可我已经差了两张连通卡了 现在只能转一张道电信嘛 好吧 我可以不用微星通话 实际上北斗微星消息也够用了 但不好意思 他并不支持发送北斗微星消息 至少现在不行 没有新建选项 只能接收 也或者未来会更新人支持 最后来到大家最喜欢的游戏环节 很多人都说Mate60系列 属于高端商务机不侧重游戏 不过老板们想象时间偶尔玩一下 也是未尝不可的 毕竟这次手机这么宽大 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Mate60上市的菜贵与匆忙 很多东西都还没来得及 适配和优化 比如在CODM中 就只有流畅这一个选项 而在真数方面 也只有60帧的表现 不知道后期 是否有相应的系统升级出来 同样的网址 虽然可以设置最高画质 但也只有60帧 不过宽屏玩网址是个享受 视野更好一些 它的屏幕宽度和 虎莫8s的基本一样 顺便测了一下 游戏室的手机温度 有些低烧了 但不高 前往后期更好的优化吧 原神也是 极高画质下 也是稳稳的60 也就是说 目前针对所有的游戏 都是索真流失 然后温度的话 就直接上到40度了 属于发烧级别 不过我在游戏测试过程中 发现一个蛮好玩的事情 比如我们玩了一会 王者有些腻了 想享受一下 更刺激的感官体验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直接再回到CODM中 无需加载一秒切换 立即投身到 紧张刺激的对战中去 竟现真难认本色 然后打累了或者阵亡了 又可以这样返回王者 四划先接 一心两用 当然 如果你的大脑 开发的足够好 还可以同时这样 切换三到五个游戏 麦克坚是少 不知道大家的手机 能不能做到这种效果 反正我的可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Meta60优点大家都知道 缺点其实也有几个 但对于一个 已经用了两年四季手机的 5G套餐用户来说 这些小缺点 我都可以包容 实际上它是个小争气机呢 当然自此 我可能又将回到 当初每年更换 两部手机的境地之中 痛病快乐着 没办法 实际上咱们 已经习惯了鸿蒙系统 就像那些 已经习惯了 OS系统的苹果用户那样